那我比较相对幸运的是 这个第二个十年当中 这五家企业依然是走得非常的稳健 所以我就在问自己 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 持续的还可以 走在领先的位置上 也就是到了第二个十年 他们还有什么东西 是让他们可以在第二个十年 还是可以走在行业领先的位置上 这就是我第二个十年要回答的问题 那我就继续跟大家在一起去做这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当中其实是让我发现 这些企业没有停留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上 他们又再一步地往前走 你就会发现 他们其实是拥有了一些很特殊的特质 我把它称之为叫 先锋企业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共有五个方面 那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让这五家企业继续保持这个领先的位置 第一个就叫做用户至上 那海尔就是一家 在这个部分用了非常多的努力 来让自己调整的公司 那我在今年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回到海尔 也包括跟这个张润敏首席去做交流 我们可以看到像海尔在这个过去的十 第二个十年当中 其实他做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转型 而这个转型就是回归到顾客的需求上面来 它可以让你顾客的需求是完全可以定制化的 甚至我为了去体验它我也跑去买了它一台的冰箱 结果发现这个是完全可以在生产线上直接定制给你的 它甚至可以告诉你说它在哪一个时间这个定制已经完成 什么时间这个冰箱可以送到你的家里来 它就可以展开这样的一些努力 这是我们看到它第二个十年的根本性的这个改变 那第二个十年当中 发展速度更快的一家企业叫做华为 那么在华为的第二个十年当中 其实它不断地在调整自己 从一家我们叫做管道公司 不断地转向去一家 展示个人应用的公司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 但是这个跨度 为什么可以让这家企业还是保持很强劲的这个增长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领先的企业的第二个要素 这个要素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危机意识 那么华为其实是一个我个人特别熟悉的一家企业 我每一次到这家企业的时候 我总是感到非常大的这个震动 就是他们永远告诉自己说 我要不断地成长 绝对没有成功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家企业 好 我们看到这些领先企业的第三个要素就是 他们也有低谷的时候 也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他们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们会让这个失败变得更有价值 这家叫TCR 他在2005年04年的时候做全球化 在2004年做全球化诟病法国汤姆逊的时候 给他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 就使得他到2005年的时候变成非常大的亏损 当这个巨大的亏损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企业自己也走到了一个很难的地步 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重新回到这个企业 跟他一起去从低谷能够恢复增长 我们共同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里面包括我们怎么让这个失败变得更有价值 怎么能够让整个年轻的管理者能够真正地恢复自己的这个追求 怎么能够让这个国际化的市场完全被调整过了 我们努力做这件事情之后 终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家企业反而恢复了增长恢复了盈利 那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过千亿销售规模的一家公司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点 也就是说第二个十年当中 五家企业当中有一家企业出现亏损 但是很好的是它超越了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看到第四 我们如果讲今天我们的企业变得更好的时候 它第四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就是它能不能够真正地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合作 不断地打开边界 那么我们在整个五个企业研究当中 把这一点把它做得非常好的企业 就是这个联想公司 它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不断地去做成长 以寻求它的增长 那最后一家实际上是叫做宝钢 是一家这个钢铁企业 那么钢铁企业在第二个十年当中 其实是挑战更大的 无论是整个价格 市场全球的竞争 以及供需关系的改变 但是宝钢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全员创新 使得它能够在这个整个发展当中 依然保持了它的这个成长性 所以这是我